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科技BBB 上周,苹果正式向用户推送了iOS 11.3的更新 新系统加入了用户对电视管理的群线 很多用户都已经升级 不过就在昨天,苹果又发布了iOS 11.4的第一个绿色版 而现在公测版已经悄悄的发布了 从首个测试版来看,苹果在iOS 11.4中还加入了几个重要功能 首先云端信息功能回归,同时还有隔空播放功能的回归 这两个功能都是之前活损期待很久的 值得一提的是,iOS 11.4将支持全新Classcat框架 这有助于帮助开发者为学生和老师带来更多的教育应用 据说,苹果要在iOS 11.4的正式版中 在国内加入对新一些城市公共交通的卡支持 比如武汉、重庆等 不过这些功能都是之前很多安卓手机上早已具备的功能 早在三年前,安卓用户都已经用上手机刷公交卡的功能了 大家觉得苹果是不是反应慢拍拍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想要了解更多好玩的K视频 欢迎关注K金浪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